老婆偷吃小王摩铁赤裸相拥 检方认定 纯炮友不起诉 新主这人夫五个岁 老婆偷吃 害她戴了好大一顶绿帽 怒告小王妨害家庭还失败 这口气怎么吞啦 原来人夫早就怀疑 分居多年的妻子搞外遇 于是找真心设跟奸 果然逮到妻子跟小王 在摩铁床上光溜溜拥抱 这当然要告啦 可是小王觉得委屈 他说 我跟他本来是网友啊 后来约出来见面 就自然而然上床了 但我根本不知道 他还在婚姻中 我们只是各取所需 人妻也说 他的确不知道我结婚了 因为我只说和丈夫分开六年 其他没多谈 毕竟我们是不谈感情的纯炮友 检察官认为 根据高院判决 如果第三者不知对方已婚 就不是故意触犯刑法相间罪 而且当时扣的卫生纸 以及卫生护垫也没经意反应 所以小王勿吃人气这事儿 土八周新新竹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